大家好 今天介绍一支很棒的刀 这是一种属于高档的刀子 这个是一个美国品牌的日本式刀 它这个品牌原来在这边有个皇冠 它这个品牌A-R-I-S-T-O A-R-I-S-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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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這一下子看以為是英國還是什麼 這個是他的上吊 皇冠上吊 他的道具裡面有一些叫做 高檔 這是日本製作 這是一支可以單手開的刀 可以單手關的刀 他的構造很特殊 你大概都沒有看過 第一個他是不鏽鋼的刀 這裏就拉絲 上面就一橋一橋開的 這種就不容易 不容易在上面留紙橫 他有這個方向 所以你只要是刮到其他方向 上面就變成一個刮傷 所以你要保養的時候就要順著這個光 這個痕 這個刮痕 這個就叫拉絲 它其實是機器在上面這樣刮過去 研磨過去 才能這樣細的痕 這樣你手在上面不會反射 就是說它不會留那個痕 假如你是鏡面的話 它就反射給你看 這個整支都是 它有一點 這個腳有一點 那個泡光 所以不是 然後這邊有箱 大概1mm 0.5mm 0.5mm 就是 就是 那個 一公分的 二十零十一 厚度的 鮑鱸片 你看 就這樣 鮑鱸片 就是大片 小片 這個不夠嚇人 那個 那個 光線 跟那個顏色 不夠七彩繽紛 我不知道它會怎麼 就是這樣 很多 很多這種 不夠鋑鱸刀上面 香爆如蜜 都是這樣 就一條 一條 大概 大概 0.3公分 對 0.3公分 這個刀是 這個最尖刀 最尖刀 這個最尖刀 這個 最尖刀其實還分很多角 你看 這個 這個算是 二分之一 最尖刀 它是最尖刀 然後這個最尖刀是 這個 凹膜 所以這個刀應該是很風力 而且 哇 這個有一點 還是沒有很尖 但是 它 這個 蠻 嚇人 它這個刀 你看它這邊 有一個 有一個 波酸 波酸 所以它 它 就可以用手 波 好像變模式 它波酸 波酸打開以後 它這邊 卡死 這個不是我們講的 那種 解鎖的那種 那種 解鎖的那種 常見的那種 像這個 巴克這種 在尾巴它這邊 在解鎖 它用尾巴來 有一個解鎖的凹陷 用這邊 用這邊來解鎖 把這個 彈簧中端的 這個順 把它打開 它這個打開以後 它就鎖住 打開以後 它就鎖住 因為它 它有一個框 它就把它扣住 扣住 扣住的話 這個 這個 就 沒辦法壓下去 這個刀片 沒辦法壓下去 就沒辦法收回來 即使說 你沒有給它扣住 你也沒辦法壓下去 因為它 它是被它 被它這個 彈簧的 端點 端點 它有一個勾 那個勾卡在 它這邊有一個槽 就鎖住 是這樣鎖住的 那你這樣只是加一個保險 讓它 讓這個刀片 被這個 我剛才講的砸刀 這個英文 它就把它叫 relever 就是 就是這個 桿 它這種叫壓桿 壓桿解鎖 不是壓桿 壓桿這個卡錯 它就變壓桿解鎖 它就把它 勾住 勾住的話 就是你壓不下來 因為被勾住 所以這個很緊 這個很緊的 都不會動 這個 在什麼都看過 這個在日本看過 日本有一家叫做 沒什麼都記不太起來 那個 我現在看了 叫 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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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川任務製造所 石川任務製造 它是製造哪一家的 它製造這個 Cost 海岸刀剂 Cost 也是一个美国的刀厂 就是美国刀厂 它去找日本刀厂来做刀剂 所以这个叫美国品牌 美国品牌的刀剂 其实它是什么刀厂 有的是刀厂 有的不是 有的只是贸易商 我也可以做贸易商 我去找日本人来做刀剂 我自己弄一个品牌 就像这种样子 这个Aristocrat 它就是一家类似这种的 那这个我刚才讲的 这个刀的结构 这个刀在日本有一家 有一个品牌叫Hero Hero就是日语的红 那个红阳光带的红 Hero牌 Hero牌就是石穿 石穿任务制造所的一个品牌 一个品牌 那么这个 跟它一样的 所以它应该是石穿任务制造所制造 不过这个 这个Aristocrat 它就是贵族牌 我们就叫贵族牌 要不然听英文不太习惯 这贵族牌的刀 它是跟G-Sakai 就是酒井 酒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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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场 欠业的 为什么会跑来变成四川的一个刀 因为日本有一个情况 日本他们的这些 做刀的他们有一个叫联合会 就很像我们台湾的什么工业 什么产业工会 哪一个 譬如说电子行业 它就有一个联合会 就是工会 他们是这样 就是说 万一我做这个刀的案子太大 我没办法消耗的话 他就要去找同行 同行来签约 这是外包的 这是外包 日本是有这种情形 日本人 不同刀场去做 别的规格的刀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知道那个美国的国防部跟那个民间这个花包做这种战斗招 像那个USMC还是USARMY USNAVY 他的那种战斗招 他叫K-BAR K-BAR K-BAR的战斗招 然后他一下子就要做几十多万 没办法消耗 不是说他没办法做 因为他有很多日常的业务要做 我不可能来我公司就其他都停下来了 把客户都停下来 然后光做你一家的 那等到他这一家做完了 其他客户都好光了 因为都必须要工作要完成 就去找别人做了 那你现在说你为了这一家 把其他客户都丢掉 等到这一家的工作做完了 你没工作了 其他客户已经找别人做 你又没工作 所以他们就会把一些 比如说K-BAR 他有一些刀就交给K-10去制造 或是叫K-10去制造 所以他们就把这一些 这种金光的刀他都叫做K-BAR 不管是哪一家得掉 他们都叫K-BAR 因为以前就是K-BAR先做 然后因为有一个设计图 你要照图去做 你只要照图去做 照图去交就可以了 你管你长什么样 其实K-10自己也有那种K-BAR的 类似的刀 但是跟K-BAR是长得不太一样 它长得比较 丙比较细长 但是你只要丙换一下就好了 丙的皮革的滑丝 做大一点就像K-BAR 所以这种外包的情形在德国也是有 在日本也有 在美国也有 你知道美国很多以前在许瑞的 斯拉的或是K-BAR 还没倒的时候 还没关门的时候 他们的工作都是跟很多企业来合作的 就是做刀给企业 他们倒了怎么办 就是其他的没有倒的 巴克或是K-10 或是熊与子 去接他的旧的客人的工作 然后继续来做 所以刀要谎帽 难不难 不难 只是有一个人很蠢 他就没有好好谎帽 他不是说他的技术做不到 他就是 就谎帽还想偷空减料 像奥尔玛 奥尔玛就是马国生 他的刀 在中国大陆有广茂 他一直在美国要卖 两百三百一千多块的美金的刀 在中国三十块人民币可以买到 好可怕 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怕 我以前遇到有一个朋友 他说他十五块要卖回支 这个 他叫什么 他叫掌剑 手掌的掌剑 其实就是一个匕首 可以推进去的匕首 所以刺进去以后 可以推进去的匕首 那个 奥尔玛没有资格到 他居然都有 上面还有马国生的印 印章 印章盖得不好 所以你会怀疑这个是 是吗 但是看起来很像 那个 所以这个皇帽是不成功 而且中文大会 它实在很多都用数值控制机 CNC数值控制机来制作 所以水准会比较整齐 不会说有的做的不错 有的做的很烂 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刀 它主要它是用 寄撒凯来替他做的 那寄撒凯后来有没有交给 这个 Ichikawa 那个石川 哇这个日文实在很难记 我认名字 我要记英文我可以 然后又要记中文 我就要想一下 这石川 有没有交给石川做 我在想是有 不过基本上他们是讲说 我们是跟日本的 鸡Sake Sake 鸡Sake是做什么的 做蜘蛛牌 做蜘蛛牌 然后他也替 那个Costi 那个冷缸制作 也替Sog Sog 制作 也替阿尔玛 制作 替阿尔玛制作 制作的成本 比其他的高 所以品质要求相对就比较高 所以 你知道 台湾以前那个电缆公司 他们有A级 B级 C级 好像好像是这样混的 我忘掉了 他们有B级厂 所以你假如是一般的公司 跟他要的电缆 他就会叫B级厂制作 那假如是政府部门的 规格协认研的 要A级厂 那他就会用A级厂的设备去做 所以并不是说A级厂做的产品都是A级 A级厂可以做C级的产品 他也可以做A级的产品 只看你规格怎么定 规格怎么定 你C级的产品 有的人用A级的测试是不会过的 这个是A级 B级 C级的分别的原因 那么这个刀 他在这边卡索的话 我现在主要介绍他 他这个解锁是怎样的 他是把这个杆把它后缩 然后用压的 你在共杆圆里 他用这个压的话 把这个头 这个堂皇的头抬起来 抬起来又他这个 你看他这个很 很精致 所以你看他就掉下来 掉下来你顺着就可以给他关起来 所以你看你打开的时候 可以用单手开 关的时候也可以用单手 当然你用两手是没有问题的 更方便 你看他这 你看他这 G-Sakai的刀 大概都在100块美金以上 所以他这个刀 他应该也是在100块以上 假如是给G-Sakai的刀 这个有木头的 有木头的 有木头的 木头的就比较便宜 便宜大概差20块美金 这个不锈钢的比木头贵 要了解这个东西 要了解这个东西 并不是木头的 木头好玩 这个钢的 粗粗的 比较便宜 不锈钢的比较耐久 因为木头 有时候 久了木头会崩坏 而且不耐撞直 你在地上摔摔摔幾次 它可能就松掉了 那不锈钢 它整个都很坚强 它不必用什么酸 它应该是用 也是用锁的 但是就是酸 一个工人母的这样定死 有点像心智的刀剂的方式 你看它这个东西 这边还有一个穿绳孔 可以穿这个链子 然后 这个刀因为它 多长 应该是 三寸多 3.5寸 3.625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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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中型 中型 3.625寸 3.625 大概是9公分 这个刀片长的话 就是长 7公分 2.625 就大概6.6公分 我在操作给你看 这个刀 它要关掉的时候 就这样 到这边来 这个镜头很难挑 这边到底要怎么样 它就这样下来 你只要压着 很轻松也 很好压 不必在那边 有的那种内衬考着刀 这个要是收拾都很辛苦 手会痛 你看这 这支很漂亮 它还有一个带子 带子 带子是尼龙的 不是那个龙布 龙布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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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里有一张说明区 你怎么开 它跟我讲的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主要它是 它是用 单手开要收的时候用两只手 收的时候用两只手 单手开又蛮简单的 就是这样这样开 然后把它关起来 要解锁的时候就这样 你看我手在这边 它这边因为有一个无韧处 所以在一段无韧处 所以你手不会被割倒 再给你看一次 所以你不必怕被割倒 它假如没有无韧处 可能就会割 你就手就不能放在这个地方 你看 它这边有无韧处 所以你不会被割倒 你再把它收回来 我为了要让摄影机拍得到 所以动作卡卡的 其实这很好开 非常好开 关的时候也是很好开 这刀你可以表演给别人看 这刀几乎我可以跟你讲 你在外面都看不到 台湾我还没看过基督师 这已经没有在做了 日本人做这刀 这刀曾经在日本拍卖 八千块日币用过的 八千块日币是多少 就是这个 两千七百块台币 两千七百块台币就是 九十块美金 用过的 用过的 有一个大学生拍 他爸爸寄给他当做礼物 他用不到 他拍 比较现实一点 拍卖 拿了八千块 是这样的 这是真的 真的故事 我再看一遍 好 那么这一支 那么这一支 阿里斯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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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贵猪牌的 日本制作的 不锈钢 压杆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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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刀就介绍在这里 压杆解锁 私人会见不过 它说